Hello,大家好,我是大叔 这支影片要教大家如何为WooCommerce电商网站 设定顾客消费到一定的门槛池 制作升级会员 并给予购物折扣 要做到这一点 我们需要用到三种外挂 第一个是免费外挂Members 用Members外挂来设定会员等级 第二个是付费外挂WooCommerce Dynamic Pricing 用动态定价来为不同的会员等级设定商品折扣 第三个也是付费外挂 Automatic VIP for WooCommerce 被设定会员升级的条件及规则 那么我们开始吧 我们在Wordpress公司台工具列行的外挂 然后安装外挂 然后在右边的搜寻栏位 入Members 后画面出现Members外挂 点选安装并且启用 安装完成后在工具列点选Members Members Setting 在设定页面 我们把栏位里的英文换成中文 然后点选最下方的Update setting按铁 完成后我们选择工具列的Adding rule 进入规则设定页面 在规则设定页面的第一个栏位 输入规则名称 名称只能输入英文 例如可以输入VIC Cooper同牌会员 然后点选画面右边的Adroll按钮 加入规则 接着再依序建立VIP Solver VIP Gold两个会员规则 建立好规则之后 我们选择工具列的Rules 就会看到我刚才建立的三种会员规则 下一步就是利用 WooCommerce Dynamic Pricing 这款外挂来设定会员折扣规则 把购买好的外挂上传到网站安装 在网站安装上传到网站安装 装好之后在工具列选择WooCommerce Dynamic Pricing 进到Dynamic Pricing设定页面 直接选择上方Rules的页签 在Rules设定页面 会看到我刚才设定好的会员资格 把会员资格 左边的开关打开 然后右边的Type下拉选拦选择 选择百分比折扣 例如VIP Coop的栏位输入就是打95折 VIP Solve的栏位输入10就是打9折 VIP Go的栏位输入15就是打85折 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利润 输入相应的折扣 全部输入完毕之后按储存按钮 第二步我们要设定会员的升级条件规则 把购买好的AutoMask VIP Boom Cups外挂上传到再安装 转好之后选择工具列的AutoSettings 然后第一个顾客选择模式 要切换成选择退出 因为选择退出 顾客才会收到我们的会员升级通知信 选好之后 促成更改 接着我们选择Worker Flows 在工作流程页面 点选新增规则按钮 在规则设定页面 在规则设定页面 新增标题栏位 输入规则评称 触发程序选择顾客消费总额 达到这一项 交费总额可以自行设定一个金额 交费达到这个金额 就会自动升级会员 下一项规则 点选新增规则群出按钮 然后第一栏选取规则 选择顾客总花费 第二栏选择大羽 第三栏要看你上一项触发程序的消费总额 设定多少钱 如消费的总额设定5000 那第三栏可以设定499 4999 只要金额超过4999 就自动升级会员 接下来第三项动作 点选新增动作按钮 然后在动作下拉选单 点选变更角色 接着下一项使用角色下拉选单 选择VIP coupon 下一步我们再新增一个动作 然后下拉选单 点选传送电子邮件 在收件的栏位 输入这段程式 电子邮件组织 电子邮件组织这一栏可以输入这段文字 电子 电子邮件标题也是输入一样的内容 然后电子邮件的内容 就输入升级会员的一些说明 到这里全部设定就完成 点选右上方的储存 记得只要从上面的流程 设定金牌会员跟金牌会员就可以了 全部设定完成后我们来测试一下结果 先购买一样超过5000元的商品 并且完成结套流程 我们使用顾客帐号登录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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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在房子上 您可以给我ığı十分钟 因此有关每个人的专门 让我消失为 说明的 完成结账流程后 先退出账号 进到管理账号 然后把刚才订单设定为完成 退出管理账号 登入顾客账号 回到首页 看到现在的产品都显示为折扣后的价格 到这一步表示设定成功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调学内容 大家赶快动手操作看看吧 为自己的电商网站添加新功能 之后记得帮大叔订阅 顺便按赞加分享 顺便开启小铃铛 谢谢大家今天的观看 祝各位有美好的一天 我们下支影片见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